我们继续上节课的内容做一个讲解 今天我们主要是练习一个一点透视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画法 主要学习一些对称工具 还有些材质的一些表达 以及贴图的一些使用 我们正式的对这张图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这张图呢还是要先把线稿给处理一下 把透明度调整一下 调整透明度的时候呢 主要是方便于我们这个是线稿上的一个绘制 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找一下透视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画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对称工具去画它 对称工具 我们可以先找一下灭点在什么地方 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对称 它这个是门把手 应该是在这个是中间门环的这个位置 是它的一个透视点 我们先通过一些延长线 找一下它的一个灭点 确认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确定好以后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一个透视点给拉出来 打开 绘图指引 编辑绘图指引 找到透视一点透视 放大把这个点给找到这个位置 好我们这个点先放在这个地方 完成 这个图层选择绘画辅助 把刚才画的一个线条清除一下 OK我们现在就开始对这张图进行一个线稿的一个绘制 这样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线稿给找一下 这一步我们就快速的给它找一下就行了 步骤呢 还是先找一些大的一些框架 我没小的细节 所以我放到后面再去收拾 注意 找到一个合适的笔刷 用勾线工具画它就可以了 一些特别细节的地方说 放大就画它 我们先画这一半 另外一半我们一会用对称工具 直接给它镜像过去了 可以来的更快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先画这一半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打开镜像工具的 我们直接可以画的时候同步 然后另外一半就会出现一个叠成的一个效果 我们因为它这个是先用这个偷视辅助 先把这一半的线条把它给调定好 一会我们直接镜像过去就行了 这几个展柜 然后处理一下 处理好 处理好 先放在这边 这块我们快速的处理一下 就行了 这块我们快速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这块我们快速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比较快速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再加上这个面 我们快速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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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它的一个顶 我们再处理这个椭圆形的关掉绘图辅助 走这个线条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先沿着它这个轮廓去走 停笔 它会自动捕捉到一个椭圆形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 跑过来停笔 它捕捉到一个椭圆形 它这个厚度它就出来了 我没关掉这个背景图层 下一步是干什么呢 下一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图层 复制过以后 好 你点击这个是 我们直接是水平反转 好 拖过来 拖过来 找到中心点的这个位置 把它给对起来 这样的话线条基本上就连到一起了 量到一起了 镜像 直接用镜像工具就可以了 两侧就可以 比较 我们再把这个图打开 再去看一下 确定一下 它位置啊 稍微有一点出入 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继续按照这种感觉去绘制就可以了 把一些重复的线条 擦的稍微擦一下 这些小的细节没有重合的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一些问题 找到中心点给擦出的地方适当的就擦出一点 还有几个装饰品啊 几个装饰品需要去画一下 这几个瓷器 在这里面 这几个瓷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可以用一个是对称对称线条去画它了 我们再回到回头之影 编辑回头之影 选择对称 对称我们找到这个对称的轴线 给它放在这个位置 对称的轴线 好 对称轴线放在这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画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这边去画一下 勾一下这个刺激的轮廓 我们看一下左侧 没有选中这个图层 稍微返回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图层其实也是一样 点中这个灰图辅助 看一下左边 它就对应出来了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画其实也是一样的 右边也是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对称形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去处理一些画面这张的一些小东西 还是蛮快的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开始对它大概的一个铺色 还要讲一下图层 线稿图层在上面 我们要在这下面的时候建一个图层 线稿在上 我们颜色在下 颜色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顶上往下面去处理 找到一个涂抹笔刷 涂一下试试 这一步其实我们就是把它的一个底色给找出来就行了 快速的给它放在这 确定一下它这个色调 色彩关系 先给它放在这 嗯 侧面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要对它用一些贴图二之类的 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个二次处理的 好 再建个图层 再建个图层的时候 我们在下面画它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小技巧啊 我们用框选工具 矩形工具 我们把它这个 侧面快速的给框出来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填色 注意一下它的颜色的一个范围 稍多出来一点没有关系的 多出来的我们可以 对它进行一个 采切的 快速的给它填充 这个颜色 它上面时候颜色其实是有深浅的 我们再用颜色这个吸取工具啊 我们再给它去处理一下 还是可以的 就是颜色的一个加深和提亮 这个只是一个底色啊 底色花过以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 细节的一个收拾 时不时的回到原图 去看一下 对比一下颜色的一个 反差 对比 先这样快速的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我们再细化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刚开始颜色的时候你可以涂得多一点 多一点的时候呢颜色会稍微更丰富 我们接着往下画的时候 就比较好操作了 关掉选区 这个可以先放在这 放在这里 我们接着画别的地方 侧面啊 两个侧面 侧面的颜色也是比较深的 侧面看一下在什么位置 先把最深的地方给选出来 最深的地方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这样画过来 这样画过来 可以把 旁边的 一个选一下 因为这两边的颜色是接近的 所以我们画一边 第二边 也出来了 这个可以打开 绘图辅助 绘图辅助 绘图辅助我们就是默认的一个对称形 我们看一下颜色涂抹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涂抹一边 另外一边颜色 它就自动的 给涂上去了 这还是比较 好用的一个方法 里面虽然说有一些 细节的变化 我们可以这时候去给它找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边画好以后 另外一边也就出来了 比较好用的一个工具 特别是对称形的时候使用 这种工具说我们事半功倍 关掉选区 关掉选区以后 它这个侧面 侧面还是有一层灰色的 我们可以同样利用这种对称形的一个方法 给它去画一下 刚开始颜色你可以稍微多选一点 多选一点以后我们再用擦除 就比较方便了 颜色快速选中 快速选中以后 快速编辑 上面一些特殊的质感 特殊在纹理 我们一会再去处理它 现在一会先蘸味 把这个颜色 放在这 关掉 关掉以后 在这个图层之下 我们找到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侧面的位置 侧面的时候就应该是个灰色的 我们吸取一下 先涂个底色 一会我们再找一个 山水化的一个贴图 把它贴到后面就行了 别忘了 绘画辅助 两侧同步进行的 画画左边 画右边 还是比较快的 全部都是一个大的一个色调 我们还没有 给它画过多的细节 这时候地面 地面的颜色可以同步的去找一下了 给它放在一个图层里面去 地面我们一会也是要用一个食材的贴图去贴它的 好 外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也是要 一会也是要用贴图的 我们就先给它放个颜色在这边 这一步 快速涂抹的时候 我们只是确定一下色调 整体画面的一个氛围 先把这个确定出来 确定好以后 我们再往后画 会 更有把握一点 返回上面这个图层 两边的这是 两个是什么 两个柜子吗 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参考照片 先把它画出来 因为底色太深了 我们先把底色给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涂它 这样我看得更清楚一点 还是涂抹 快速的涂抹 涂下来 看看有没有使用 对层工具 对层工具 OK 这边也是已经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趁热打铁 直接把它给画好了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时候 它有一个黑白灰明暗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方法来 去画它 画它的时候 我们先从一个地方就开始 该深的地方适当地就画深一点 这应该是一个棉岸交界线的一个位置 棉岸交界线后面 有一个反光 把颜色去吸取一下 反光的颜色 在这后面 没反出来 受光面 在这边 还有一些更亮一点的颜色 我优着的 这个笔刷的时候我们找一个稍微颗粒感比较强的 切换笔刷了 上漆工具 比较常用的一个涂抹的笔刷 好 差不多 带有点颗粒感 及时的切换 调整一下大小 觉得后面时候可以用一个 那个软化笔 细笔修饰的一个软化笔 就画它 有点颗粒感 我们先把这边垃圾 另外也是同步的在发生变黄 好的 我们把刚才这个 这样看起来颜色 就比较接近了 大的一个感觉 找到规律以后 我们就大胆的画 其实 就差不多了 好的 放在这 就趁热大条把它给结束掉了 再继续去深入 把刚才关掉的涂层再打开 整体的画面的氛围 回到大门的这个涂层 看看大门涂层 我们刚才放在哪了 放在这里了 一个 金币灰黄的感觉 吸取颜色 找到一个合适的画笔 找到上期工具 平画笔 平画笔 应该是可以 应该能把它给搞定的 编辑一些绘图之影 绘画辅助 试一下 因为两面对称的 我们对称的话就可以了 上面是比较亮的 下面的是比较暗的 注意它的颜色 颜色偏红 偏橙 两边呼应 比较省时间 注意细节的处理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一些 绘图上的一些辅助 这种金属质感 这种金属质感 要有的 一定要改黑 改暗 按下去以后 然后才能亮得起来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这些反光的处理 现在还没有画的 然后特别的夸张 我们只是大概的给它进行一个底色上的一个胶带 加点高光试试 加点高光以后它可能就能亮得起来了 感谢观看 逐渐的这种金属的感觉 它就有一些了 所以我们这种氛围的时候 是一点点去找的 它不是一次性画出来的 还是在画这种材质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一个摸索 然后实验的一个过程 看我们到底是该怎样去交代 才能画出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质感 通过一些细节 找一些细节 还是有点金属的感觉的 把它放在这儿 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收拾它 它这个两边呢 我们可以去画一下 因为它两边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然后吸取一下 这个旁边的颜色 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它这个项目的颜色就可以了 放在这边 好吗 就这样 你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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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rozum 接下来呢还有中间这个玻璃的一个储量 玻璃我们给它新建个涂层 新建涂层举行工具 我们画好再擦除 先画再擦除 它在上面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黑白会在变化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大笔刷快速的刷一下就行了 就是不要把它画的然后这么空洞就行了 好,我们来擦除一下试试 我们重新调整一下这个归图置影返回透视模式 返回透视模式以后 它上面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是门框一些线条 我们正好在这时候给它去画一下 好 这样我们快速的把这个效果勾出来就行了 这样它这个是背景啊 它颜色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沉闷了 上面还有亮光亮光我们找一个亮色的一个画笔试一下啊 看能不能画出这种亮度的这种感觉 给找一下 亮色的画笔 应该偏暖一点 颜色好像不是特别行啊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不行,我们就换一种 找到一个我们合适的,然后为准啊 就是让它们来那么多了 就让它们来顶目 这样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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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以还好 继续试一下 还行 还行 一种亮光的一种感觉 放在这 两侧的 又简单的去处理了 该擦除的地方 稍微冒出来的 该擦除的地方 给它擦除一下 好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先给它放在这 先给它放在这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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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